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我最近發瘋地買了很多Colourpop的產品 因為這陣子推出的collection實在太吸引了 之前已經想買未買,因為抽不夠運費的 又順便買回來 所以我今天就做一個小型的Horga Reveal 去跟大家介紹一下我買了什麼 用時間性去分,第一盒推出的是Sweet Tord 然後會到Baby God Peach 然後是California Love 以及最近推出的Whatever 一共有12種顏色 你會看到它的顏色都是比較甜美的系列 會有珊瑚橙色或蜜桃粉紅色 我自己覺得這一盒比較適合春天或夏天使用 秋天的話未免會太甜美 但是如果你說日常妝的話,其實我覺得都用得到 但是Colourpop如果用到一些比較深色的顏色 那就不同了 它的質素都會塗得均勻 開了之後又沒有它看起來那麼深色 是會比較塗很多層,堆疊很多次 才可以有一個比較深一點的顏色 而且是會有些飛粉的,粉是會一直掉下來的 這個就是小色的缺點 這一盒是有9種顏色的 你看到這一種顏色跟剛才的Sweet Tord 肉眼是分不到的 如果你硬要我說的話 這一盒的中間這顏色是會比較偏蜜桃一點 但是你想到眼是完全不覺得的 就算塗在手上,你也會覺得兩種顏色很像 這個是Sweet Tord的 然後這個是Baby God Peach的 紋身這一盒其實都實用的 但是它的變化程度比較小 因為它大部分的顏色都真的偏向蜜桃色 而且它最深的顏色都只不過是這兩種 我都覺得不夠深,不可以用來做眼線的顏色 最多是可以做到一個漸層的效果 所以這一盒的Palette 算是今天的四盒裡面我自己最不推介的 因為它的變化度實在太低了 而且顏色其實全部都很柔和的 除非你自己本身就是一個很喜歡化一些很淡的妝 只要少少顏色有少少精神的效果就可以 這一盒也適合你的 好處就是這一盒有塊鏡頭 這盒就是夏末初秋的時候出的了 如果你要我形容這一盒的話 我想形容...我不知道California是怎樣 我沒去過 但是我覺得像一個沙漠的顏色 如果你本身皮膚是比較偏白 但是很怕產品會令人顯黃 這一盒未必會適合你 但是如果好像我這樣是健康膚色的話 其實我用這一盒是超級漂亮的 如果你穿的比較穿衣服或者比較民族的衣服 你用這些顏色是個人很突出的 因為它的古銅色的光澤感和色感都很強烈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這一盒都蠻值得入手 因為真的不貴 12隻顏色都是很實用的 除了那種星沙亮片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這陣子 出的每一盒都有這一種的Glitter 在那裡 但是... 其實真的不好用 它會掉到周圍都是 然後又不太黏得住皮膚 又會走位 好 到最後的這一盒就是最新出的 叫Whatever 這一盒的眼影就是我今天的眼妝 如果你問我裡面的配色 我會形容為一個黃昏的玫瑰 很漂亮 我覺得超級值得入手 你會發現這盒眼影大部份的顏色 都是做到一個主色的效果 秋冬你的眼妝可能會比較重 但是如果這一盒你們真的太重 的話絕對可以用這一盒去救 例如我現在的眼睛 其實我裡面都是用了很多這些紅色 或者橙色去打底 你會看到為什麼中間不會令妝很濃 或者很重 就是我加了大量的Cream狀 讓她的顏色有透亮感 而且比較淺色 接著我們就說說一些眉布的產品 本來我對她們的眉妝沒有太大的興趣 但是最近兩次我去修眉的時候 我的修眉姐姐都大大力推她們的眉筆 雖然我平時不是用眉筆的人 我都忍不住入手 因為一支好像... 是6元美金 總之50元就有抓 是很划算的 而且你看看很長 她的頭是... 很小的 扭不扭得翻 而且是扭不回頭的 那你畫出來呢 她是很容易就畫到一些顏色 但是就... 不會畫很深色的 我本身是眉粉的愛好者 是中粉來的嘛 那我真的很少用眉筆的 我自己覺得眉筆畫出來的線條很硬 然後眉筆會好像困住了 她絕對不會有這個情況 因為她的頭太小 你真的可以畫眉毛一條一條去挑出來 而且畫的眉尾是非常非常沾銳的 而且她這麼便宜 後面還有眉刷 如果自己畫得太實 你也可以刷它 這個眉刷也好用的 她是很舒服的毛 不會是那種硬度 好像叉在眉尾那種 也不會的 而且她的顏色 是超級多顏色的選擇 不是只有五隻、六隻色 所以你無論在什麼頭髮深淺度 黑色、啡色、灰色 都會找得到你自己需要 而且配搭自己的顏色 然後就到眉膠了 裡面的刷頭是非常小的 我跟回我剛才買的眉筆 買回這類型的灰啡色 我自己覺得她的眉膠 不知道是否因為這隻顏色 又不太適合我的眉毛 暫時用下去 就不覺得她上完顏色之後 有太大的顏色轉變 有的 但可能依然是新開 有點濕潤 我覺得如果乾一點 再刷上去 效果應該會好一點 暫時還未看得出她是一個很喜歡的眉膠 但可以再給她一些時日去考慮 這條影片現在拍完 應該用了差不多兩小時 所以可能我會分了上下集 我現在就拍了這個上集的Ending 我不知道去到哪裡了 我不知道到時怎樣剪 所以如果你喜歡這個collection 想看完之後的產品 就記住留意下星期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call and review 記得給我一個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發出兩條新片 既然是6月曼三天和1月曼十二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bye by b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